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的年度意象是 翻例试炼荣耀显现 上半年我们多讲翻例试炼 下半年我们希望和大家多讨论荣耀怎么显现 这个荣耀的显现与火 在于我们生命与关系的更新变化 圣经告诉我们说 如今长存的有信 有望 有爱 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那这个信望爱这三样存在于生命里 显现在关系中 我们与人有好的关系 其实就是表现出 我们的生命状态是好的 因为好人才会有好关系 不好的人看谁都不好 他就不能够指望有好的关系 我们说翻例试炼 其实罗马书八章第二十八节说 我们小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我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找的人 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 对我们都有益处 什么益处呢 接下来说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来的人 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就叫他们得荣耀 使他有一段的顺序 那么是要让我们得着荣耀的 我们生命其实的成长 在上帝的荣耀里 因为万有都是出于神的 十一章三十六节说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这个是神的荣耀 而神的荣耀要显现在 神人就是属神的人身上 所以接下来的经文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都是侍奉 侍奉就是有事可以做 就是做正确的事 是理所当然的 是合乎逻辑的 不要笑话这个世界 只要心力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阅何为神的 善良 存全 可惜的旨意 这里一个重点就是什么 要更新变化 我们这个人生活在环境当中 生活在世界里边 其实是不断地在变化 不断变化就是不变的原理 常常人们喜欢这样说 而变化变化在哪里呢 变化在我们所生活的空间里 有一句话说 福地福人居 就是你有一个好地方 是有福的人才是住进去的 事实上环境是会不断地更新变化 随着住的人而变化的 有一条巷子 那么常常很脏 因为一大群人都丢垃圾 有一个很喜欢干净又愿意运动的人 每天早上就起来扫巷子 因为有那个人 巷子就变干净了 这个庄子有一篇叫做庚商储 这个主角人物庚商储 他原来是老子的仆人 学了老子的道 就搬家到一个方山 北山叫做味蕾之山 那么在那个地方住了三年以后 就大丰收 当地的人说 奇怪这个人刚来的时候 我们搞不清楚他干嘛的 但是他来了三年以后 这个我们每天赚的钱 似乎赚的不太够 但是一年算下来都很富有 这个人是神人吗 就打算把他供起来 当作神人敬拜 那个庚商储一听就觉得说 这不行 我的道行还不够 因为人家竟然会注意到我 所以他就开始悔改 我讲这个故事是说 其实一个有创造力 有恩典的人 那么他到一个地方 就会把福分带到那个地方去 我们是有福音的人 《生命记》第28章2到5节 请帮我读一下 你们 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 牲畜所下的 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 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也必蒙福 那篇从第一节到十四节 一直讲各样的福分 一个有福的人 他身上就是带着福的 所以到哪儿 什么地方都是有福的人 我们常常说 好人就是好运气 好运气就会遇到贵人 实际上好人所遇到的人都是贵人 因为我们在碰触到 因缘机会所碰到的人 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 其实他有一种隐藏的能量 以及他的作用力 会造成奇特的现象 我常常说我到中国大陆去 所碰到的都是好人 其实这真的都是好人 好运气 这个运气 也有被动的 也有主动的 你花工 运气 这才是真的运气 会运气的人就要把气运出去 所以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 上帝和亚伯拉罕定约的时候 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这句话原文也可以欢迎 为你赐福的我就赐福 你咒诅的我就咒诅 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 重要是这句话 亚伯拉罕在就有福 可不可以咒诅呢 罗马书十二章四四节说 逼迫你的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这个一个好人就天天给人祝福 那么他所带到的地方 就是充满了恩典和祝福的 所以我们讲福地或是贵人 其实都是有福音的人 有生命能量的人 他所引导 所触发 甚至于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讨论 人生的际遇会碰到什么 以及福或灾疲 你到底是平安呢 还是会碰到灾难 在这个世代外在环境很多 但是我们如果了解原理根源 都在于个人生命的状态 生命不好 关系和运气也不会好 会同意吗 是什么样的人 才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一个虚伪的人 你怎么能跟别人建立起 真实的关系呢 一天到晚就想要利用人的人 那么与人所建立的关系 只有互相利用的关系 即或有人 他是存着非常大的善意 愿意去成全你 这个人只想利用的人 他看不到成全那个点 只会看到他被我利用了 所以其实人与人相处久了 很多自己生命里边的根本 就会显露出来 所以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说 如今长存的 现在有的 而能够存到永恒去的 就是生命和关系 而所有的关系 其实就是生命的体现 如何使得人生幸福 关系好 你就要更新变化 心意更新变化 由内而外 而福音的大能 就是更新变化的能量 能够使圣徒所居之地 所欲之人 都成为福地与贵人 你的心是怎么想的 你对自己是怎么看 什么看法 我们到处想要找好运气 好运气或坏运气 都在于自己里面 都想要找好地方 要想要去遇到好人 那些好不好都在自己身上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理解吗 所以福音的大能 就是使我们 由根本 由自己的生命来改变 从生命的改变而造成 其连锁反应的一切的改变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如何应用福音的能力 以及什么 能量 福音是有改变的能力的 但是这个客观的能力 也看你的能量有多少 如果像现在天气一热了 如果电的供应量不够 你有冷气也没用 所以还需要有能量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题目 先一起做一个祷告 慈爱天父 夫人占尽恐惧来到你面前 谢谢你留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在更新变化当中 可以和你所爱的儿女们 一起来分享 你对我们所存的旨意 你对我们 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 以及祝福 求你让我们看见 知道 并且能够领受 使所有听见你的话的人 都知道 能够听见的人 能够看见的人 是有福了 让我们领受你福音的应许 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人 让我们到所有的地方 都能够因着生命的丰盛 而带来环境的丰富 谢谢你祝福 我们到你面前来的心智 也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 让讲的听的 在你面前一同求取 一同仰望 也一同领受 听你福音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刚才俗间姐带我们读了 这其实是一个变化的关键点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过去出门的时候 好像什么都没有带 那么谁供应你们的 有没有缺乏呢 他们说没有缺乏 36节说 但如今你要改变作法了 为什么要改变作法 37节说 他被列在罪患当中 其实耶稣的身份和状态 是产生了改变 所以因为那关系 我的事必然成就 有些事是关系主 主耶稣基督 有些事不认识 我们就以为没有关系 但是实际上 一切的万有 都与神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今天 要和弟兄姊妹 来挑这两个字 就是关系 作为提纲窃领的纲领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今天 在讲的这一段 北京的弟兄姊妹 我看到一个信息 他们也正读了这一段 其实很多时候 是息息相关的 而圣经每一段话 它都有很多层次的意义 前几天 有一个姐妹问我一个问题 她说 人会有信 不能得神的喜悦 这个信 是不是单单 讲相信神呢 我说 你问这个问题 问得很好 但每一个人 不同的境界 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因为信是从知道 从道来的 上帝是万有 那么我们对 什么事情认识的多 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信多少 所有信的每一件事情 都与上帝有关系 所以简化的说 你知道什么呢 如果你知道的 真知道的 那就是知道神的那一部分了 这样说明白吗 所以圣经也是这样 我们一次一次讲 像我今天和弟兄姊妹分享 分享到多少 每一个人在当下 所领受都不一样 你如果觉得有用 你更认真的去听 更认真的去看 你就会理解得更深刻 那个姐妹 我跟她这么讲 她能够听得懂 所以她的层次 算是很不低了 好 我们今天讲关系 关系变化学 这是一门学科 那 副标题说 就是生命更新的果效 以及什么 妙方 我说妙方 我相信大家会觉得很奇妙的 那么在第35节 36节 就讲说 现在 要到如今 是一个改变的时候 那我今天 要和弟兄姊妹 玩一玩文字的游戏吧 就是玩玩剧斗的 剧斗就是剧毒 那个毒念作斗 就是斗点符号 这个斗点符号的变换 能够使得相同的一句话 产生不一样的变化 所以我讲关系变化学 这个就讲关系 这两个字 就讲关系是哪些部分呢 就是彼此的关联性 以及它的维系力 彼此有什么关联呢 然后用什么来维系呢 这是讲到生命更新的 功用性原理 这个功用性是相对于本质性的 或者是相对于其他的应用性等等 那么第27节 37节 主耶稣说 经上写着说 他被裂在罪患之中 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 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 这里边我们就从关系到变化 这句话 我说关系会变 它是一种化学 化学作用 关系变化学 那么关系变化学 其实这是一个生命更新的普遍性状态 每一个人都要变 耶稣的状态也要变 他原来是老师 现在快要变成十字架上面的 什么 罪患了 然后又要变成 复活的基督 升天的基督 正在变化之中 学生知不知道怎么变呢 然后 他们说主啊 请看这里有两把刀 因为他们要他卖衣服买刀 他们说我这里有两把 耶稣说够了 这个学生学到了什么呢 我讲关系变化 他要学 门徒就是要学 所以我们从关系讲到变化 讲到学 这个学就是使我们生命进展性的方法 我跟大家这个破题的解释 也就是玩一玩巨斗游戏吧 但是我们就知道 其实人生很多事情 它可以很浅的 很肤浅的了解 也可以很整全 很深刻的了解 这个关系 讲到关系的本质 以及关系的成分 这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圣经其实是非常奇妙的 无论是原文 或是这个和和本的一经 欢意 我们跟大家讲过 圣经有很多话都讲得非常清楚 例如神是什么呢 道就是神 神是灵 神是光 神就是光 神就是爱 就四个 四句话就把它讲得很完整了 而圣经里边讲到关系 在新约圣经里边有三个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 那么新约圣经 刚才37节所说的 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 还有路加十九章四十二节 巴不得你在这个日子知道关系 你平安的事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 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 都是次路敞开的 这三个关系是新约里边只有 只有这三处 而三个地方三个字的原意 原字都不一样 希腊文都不一样 他这三个字就已经把关系 他的本质讲得非常完整 还有一个在旧约里 就是以西节书二十九章 第十九节 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关系就是没有关系 这个希伯来文里边就没有关系这个字 就是有什么呢 所以这个字原来就没有的 就不要了 那么我们先来讨论 今天所读的这个关系这个字 关系这个字 这个Pelos这个字 其实它是借词 就是连接词 就是对着向着向前的意思 那么我们简单的理解 就是我们所面对的 所接触到的关联体 好比说我手上拿着 好比说我讲话对着这个 那这个就与我产生 因为有互动 所以有关系 这个是关联体 然后在十九章四十二节 所说的巴不得 你在这个日子知道 关系你平安的事 这个关系 这个字 希腊文Puri 也是连接词 那么这个是讲到 你看到它翻译为关于 翻译为论道 它原来的字 是指向 指向就是 什么事情会与我们产生关系 我们蜜珠金金看 一直想要去拿到的 注意的 关注的事情 所以我们关注的 讨论的目标体 其实这是首先 我们有一种目标的 目标 有一种气球 想要得到的 不是空飘的气球 就是气图 求取 然后去接触到的 我们想要去找 有人想要找女朋友 就碰到一个女人 那这个就是产生 关系的两个前提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 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 原来万物在于 我们有关系的主体 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这个关系就是Logos 和十二节的神的道是 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那个道是相同的字 那Logos这个字 我想我们在圣经 是用的很多 就是生命的道 其实它也就是显现出来的 神是道成肉身 上帝是用祂的话来创造万有 也就是创造出来 显现出来的一切的存在 所以其实所谓的关系 这个字Logos这个字 可以说是我们对于关系体 对于我们所看见的 所接触到的看法 以及感受 所以我们说 这个关系的本词 圣经这三个字 给我们清楚的定义 就是目标 关联 以及方法 或是看法 我们对事情 我们认为它是什么 有些人认为说 这个人就是我的 这个朋友在一起 有些人认为 这个人是我的对手 有的人认为说 这个是我的帮手 那么因为他的看法 就产生不一样的实质内容了 它原来是什么 其实它就是那个样子 但是因着你的看法 你的观念 观念观点 会产生变化 对吗 所以这个关系 我想今天没有很多时间 我让大家知道 圣经很奇妙 它让我们知道 关系的本质 而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 你看到耶稣对他们说 我拆你们出去的时候 没有钱囊 没有口袋 没有鞋 这讲到钱囊 口袋 鞋 但如今 有钱囊的可以带 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 没有刀 要卖衣服买刀 这里讲到衣服和刀 鞋和衣服是一组 对不对 而刀是 耶稣觉得说 他们需要的 这些物品 其实都有它的寓意 都有它的启示意义 这里面讲到的是 关系的关系的内容 关系的内容 三个方面 就是钱囊 口袋 与衣服 也包括鞋 也包括刀 那么我们往下会和大家讲 所谓的钱囊 是什么呢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节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期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钱囊 钱袋子 其实就是经济力 就是财务 事实上很多人 与人建立的关系 是建立在金钱上面 建立在利用价值上面 比方说有人去工作 和他的老板 老板其实产生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最基本的就是 产生一种经济上面 他给你钱 你为他做工 这样的关系 当然深刻往前去发展 也可以变成朋友 也可以变成亲人 也可以变成仇人 所以工作这样的关系 其实或者是人与人之间 利益的关系 常常是最普遍的 有些时候 甚至于像我们到教会来 如果是你想要到教会来 得到的就是 自己的利益 教会对你的关系 也就是利益的关系 钱囊是利益 有些时候亲人 也是他主要的 像父母与儿女之间 父母很有钱 儿女就只看父母的钱 甚至于拿不到钱 还有对父母产生 很不堪的 我都不想讲那样的状态 所以金钱是造成关系的 第一个部分 然后口袋这个字 其实它的字根是 欢迎为皮带 皮带也有它的象征意义 十篇第五十六篇第八节说 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 求你把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 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 这个皮带讲的是 我们所谓的臭皮囊 讲的是什么 身体 十篇第119篇第八十三节说 我们好像烟熏的皮带 却不忘记你的律力 这个烟熏就是 我这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 受到很多很多的影响 转染 已经外面 外面是变质了 但是里面还存在着神的话 这也是讲着 其实皮带所讲的 就是容器 我们就存放 存放记忆 存放恩典与仇恨 存放我们的学问 存放我们的人生的生命 这个就是我们的肉体 或者是我们的容器 这样说明白吗 所以在 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七节说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了 酒露出来连皮带也坏了 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这两样就都保全了 这里所讲的皮带 主要就是我们的大脑 知识 接受知识的这个部分 其实皮带它是一个总括的 就是我们的肉体 肉体的关系 就是欲望所带来的连结 想要什么 想要得到什么 所产生的连结 这个只能够浅浅的时候 大家理解 那么还有就是什么 就是衣服 刀 或者是鞋子 鞋 是走路用的 衣服 是穿在外面 人们会看见的 其实这里边 讲到另外一种 好比说 一起去旅行的同伴 那它也会建立起关系 人生同行的同伴 这是鞋的寓意 然后有一些表现出来的生活 所造成的关系 好比有些人 一起打牌叫牌友 一起打球叫球友 一起喝酒 酒肉朋友 当然这个打牌 打牌喝酒 这样的关系 你也可以 因着大家一起求道 而成为什么 道友 如果说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人生的方向 以及人生的生命表现 它也是造成关系的 另外一种材料 我想我们跟人 建立关系的时候 是用什么在联系的呢 也许有些人是前郎 有些人是口袋 有些人就是鞋或是衣服 至于这个要卖衣服买刀 等一下再说 总之这里我再说 关系 关就是关联性 系就是维系力 我们与人说建立的关系 是用什么联系呢 是用一纸条约呢 还是用彼此的利益的虚所呢 这个关系是什么 这是我们值得去思想的 那么这里边讲到 卖衣服买刀 其实 西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 我们刚刚所读的 并且万物被造的 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 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 都是赤路敞开的 用道来成全我们的主 使我们有道 就能够看清楚万有 而在十二节就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建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结与骨髓都能够赤路剖开 连心里的意念和思念和主意都能变明 这时候如果我们的思想是敏锐的 我们的道是清晰的 我们对一切就能够判断得很清楚 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 两刃的利剑跟两把刀 其实原文是一样的字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人的关系 可以从行为到思想 到是不是有相同的观念 相同的道 这是一种转变的过程 这一节我们等一下会和大家再说 总之 在这一段经文 我们看到 耶稣面对他的门徒 跟他们说 我从前我拆你们出去 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 因为什么 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瘦 神还养活他们 你们出去给你应许 那么上帝是供应你们的 都不需要为你自己需要什么而预备 三十六节说 但如今就要转变了 转变成什么 你有钱囊 自己有没有呢 过去是靠上帝供应 现在你自己有没有资源 有没有好的容器 有没有道 就是道 真理的道 你要去卖衣服 买道 那这为什么会有如今的现象 三十七节就 主耶稣就说 我告诉你们 经上记者说 他被列在门罪患之中 这话必应验在我的身上 因为那关系 我的事必然成就 这个已经对着我来的事情 我所需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 他一定会成就的 因为上帝为我们预备 万事都互相效力 然而在这里 我们就看到 主耶稣基督 他预言什么事情 预言说 我已经看见 我的身份要改变了 原来他是夫子 是老师 是带着门徒 是许多人前夫后勇的 但是过了这个日子 他要变成怎样 就变成被列在罪患当中了 我的状况状态变了 你们与我的关系会怎样呢 当一个人关系变了 我们跟他的关系会不会变 有变的居多 不变的也有 但变也有变好的 也有变坏的 当耶稣对门徒讲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 关系会怎么变 在前面的几节经文 在32节到34节在讲什么 就是耶稣对彼得 对彼得 彼得说 所有的人都变我也不会变 耶稣就说 你没那个本事 今天晚上你就要三次不认我了 前面的经文是这样连下来的 那就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你要能够有正确的变化 不变是不可能的 要有好的变化 就必须要有好的条件 就要有好的能力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关系 这个学问来看到它怎么变 这个关系的变化 它是普遍的现象 而你如果认识变化的学科 就是其实变化是一种化学 那么这个学科讲的是什么科学呢 它的内容是什么 这是今天我们 这个比较主要要讨论的 也就是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万物 一切的事项事件都会变化 甚至于关系也都在变化 那这个是什么意义 然后是怎么产生变化的 我们要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然后才能够运用得恰当 所以我们看到 在刚才讲到关系 它的本质 那么就是我们向着 想做什么 这是我们所要的 那会遇到什么 这是我们所有的 然后我们应当做什么呢 怎么去变化 才会使它变化得好 这就是学问 这就是变化学了 所以 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变化 是很 很普遍的现象 成语有很多 像富翼居 贵翼交 就是你有了钱就换房子嘛 那如果你越来越来 事业越来越发展 这个朋友圈都会换掉 所以虽然说 这个贫贱 昭康之期不可弃 贫贱之交 之交不可异 但是很难 人到了什么境况 就会 住什么样的环境 结交什么样的人 所以有说白云 仓狗 就是云 天下世 好像云一下 云一样 一下子像狗的样子 一下子像别的样子 那仓海双田 是讲世界 天地的变化 其实我们属于很多了 许多关系都会变化的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来时各自灰 人情似子张张薄 事事如极 举举心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楼他 宴兵客 眼看他楼他了 这个事事变化成语太多 我们就不讲了 总而言之 世界上的一切的存在体 都是变化不拘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其实一切的 这个一帐一退三溪水 环境随着天气 环境随着事态 一直在变化 人要了解 变化就是上帝创造的奥秘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一节说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都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怎样 都要改变 只是改变要变成好的 我们今天不讲物质的变化 我们今天主要的讲是什么 关系的变化 其实这个关系 我们要认识 关系是不是爱 大家很多人点头 有一个二十世纪的灵修专家 他就不同意 他说什么 他说关系不是爱 而是连结 爱不是关系 而是连结 爱是人与人之间的心意相通 人与人生命的连结 而关系是把它僵硬化了 所以他也说 因为世人缺化安全感 我们这个爱会不会变呢 所以常常就把动词的连结 多化为名词的关系 多化是一个消防的用词 就是气体会爆发 那么他加进一些多化的气体 就使他不太容易变 人的关系常常容易变 所以加上一些捆绑 就把它绑起来 让它不能够变 所以原来是爱的关系 但是这个怕它变 就用一个婚姻把它定下来 就变成一个定格的方式 其实人生像血缘 这个肉体的血缘 这个很难变的 没办法变的 但是血缘里边 是不是一定有爱 那就不是了 所以这句话是很有学问的 爱不是关系 爱是连结 我们如果有真正的爱 就彼此有安全感 有信任 就不需要用这个关系 来连结它 就定下什么样的关系 而关系其实也是会一直变化的 有很多的情感 都与这个关系没有关系 好像虞博牙和钟子齐 我们知道 高山流水 只听过一次音乐 彼此就建立了非常强的 知音 知己的关系 所以 其实如果人生之间 有些时候有一些默契 有一些真真实实的情感存在着 那么它是不需要借着关系 借着有形 有形职的关系 去拘束它 而实际上这个关系 有的常常是活的 把它变成死的 今天我们的 这个奇应经文 讲诗篇103篇 对不对 107篇 33节说 它使江河变为旷野 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 使回地变为简地 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 这两个变是 好的变成坏的 35节说 它使这旷野变成水潭 叫汉地变为水泉 这坏的又变成好的 这个灿害伤天变来变去 它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 好建造可住的诚意 又种地 摘葡萄园 得享所出的土产 它又赐福给他们 叫他们生养众多 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 这是神的每一本事如此 但是上帝 世界上的变化是神掌权 但是人却是领受着 我们常常看到各种各样的变化 其实上帝是借着人在做变化的 所以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是 其实变化是必然的 我们要看见必然 知道必须 就是我们要知道 在一切的环境当中 如果我们接受变化的必然性 但是我们要去掌握变化的创造性 这个皇子渐渐的坏了 渐渐的朽了 这是这个物理现象 但我们可以不可以修补它 可不可以重建 一切的事情 如果我们有力量 有创造力 我们就能够因着人的介入 而使它产生变化 有一句 有一个算是笑话吧 但是很有智慧的话 就是说人们 有一个人 他家里面的园子 花园整理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他的朋友进来 就大声地感叹赞美 上帝真是伟大 把这个花园 使得花园这么美丽 那个园子的主人 跟他点点头说 对 这是上帝使花长得这么好 但是你要不要看看 当只有上帝在管理的花园 是什么样子 你知道意思吗 上帝的创造 它会变化 但是需要有道的人 经营有道的人 去把它调理化 让它成为好的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必须 我们如果想要使关系变好 我们就必须要有道 有力量 所以变化的科学 我们说你要顺应变化 你这个逆天而行 不是按着花会长成的那样的原理 去培养它 那你去乱压它就死掉了 这个我们小竹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么你要让它花成长 你也要修剪嘛 所以能结果子的 你就要让它更好 不结果子的要剪掉 我们的关系里边 有好关系 有坏关系 要么你就把关系变好 要么你就把关系切掉 或者我们就会在那样的关系里边 受到许许多多的困扰 所以其实关系会变化的 这个话我们刚刚讲堕化 对不对 其实会变好会变坏 变坏的叫做略化 略化就是东西会腐化 对不对 关系会恶化 人生人际关系会丑化 就是一个人如果纯心不良 动机不正 他相处一段时间以后 他很多很多的动机 就会露出马脚 所以我们原来以为 这个人来跟我是这么要好 后来才知道 他来是想要骗我 像现在这个网络上面 有很多的情感骗案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以为说 他碰到黑白花王子了 各种各样的王子 结果发现 所有的都是 都是蒙面的假面盗贼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关系 如果错看了 或者是没有能力去改变它 那么其实关系放着 就会腐化会朽化 会恶化 然后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人对于自己 所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关系 还会想把它丑化 就丑化对象 对不对 把这个跟自己分开的人 把他讲得一文不值 种种的情形 还有很多 略化之外 还有一种叫做固化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堕化 使它不太会变化 僵化就让它硬掉了 那物化是什么样式 就是不把对方当作人 当作东西 其实人很容易把对方 不当作人 因为人是要成长的 物化就是它是我的东西 我要别人不准碰 会不会有这样的 然后如果我有一天不喜欢 我要把它丢掉 宁可丢掉也不要给人 这个很多时候 人们是会把人际关系 误化的 对吗 这个今天没有时间讲很多 我们也不想讲太多 略化固化都不好 那怎么办 还有一个叫优化 优化就是现在这个状态 我们把它变好 把它净化 活化 美化 净化就是从我们的动机 开始纯净 让我们与人的接触 越来越单纯 单纯到一个程度 只有享受美好的 你所有的善意 我都快乐地去领受 我就去体会 就是回应 彼此之间的关系 只有爱 只有成全 这个是净化 然后活化 就是说 这个关系是活的 这个关系是可以变的 这个关系是会越变越好的 我不想把它停在这个状态里 因为心中存着信 存着望 存着爱 那么希望这个关系能够越来越好 那么越来越有活力 变成这个美的 越来越美的 神所创造的 人与神所创造的 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花园 上帝给你种植 上帝给你土壤 但你要把它美化 关系就是这么回事 我想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们讲到关 其实这个关系 用关去系着 关有这个略化 就好像关锁 就有些时候 人们掌握着一些关系 那个关系 就失得哥尔摩症的那种对象 就把结婚了 就把它当作肉票 那么就是 叫情感勒索 或者生命勒索 这种肉票性的关系 就是属于关锁的 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长期饭票 那就是什么 关卡的 关爱 把它卡住 让他少乱跑 少乱动 那这种关卡 关爱式的关系 它都会 渐渐的僵化 不知不觉的僵化 这是人世间 常常会发生 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我们讲说 生命更新 它有普遍性的现象 会变化 但是有些人变坏 有些人变硬 然后我们只有少数的 有道的人 才知道要如何把它变好 这个变好 就是关心 关怀 用心 把它 让它温暖 让它存在着恩典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 多玩文字游戏 让大家可以思想的比较多 所以现在 耶稣基督面对他的仆人 我们今天所讲的圣经经文 跟他们说 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 我要变了 这个变有一个过程 那你们现在预备好了没 要怎么预备呢 没有钱囊 有钱囊的就带着 到底这门徒有没有 其实如果一直都没有 一直自己一点资源都没有 那个也是蛮不长进的 要有钱囊 要有口袋 这个口袋是欲望 也是盼望 你想要得到什么 那么要有刀 这个两刃的利剑 要卖衣服买刀 然后如果你预备好了 你就可以使得 这个关系 不仅仅是能够维系 更能够深化 更能够真实化 美化 强化 所以这是关系的变化 所以这些门徒 对耶稣说什么 说主啊 请看 这里有两把刀 那么这两把刀 耶稣说什么 说够了 其实够了这个字 你看这个 Ikanos这个字 他翻译为许多 翻译为配得 这个原来的意思是 达成是足够的 是能承担的意思 也就是说 门徒其实到那个地步 他就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 可以受得了 可以承受得住 经得起这样的变化 而能够向前走了 因为他们已经有两把刀 这两把刀 是什么意思 两把刀 就是我们讲的是 一把是要修理自己的 一把是要修理别人的 你要先懂得修理自己 才能够修理别人 这个刀 有一个名词叫做改刀 改刀知道吧 就是做菜 肉拿来 要用刀 刀去把它修 把肉修好 这个是处理食材的一个说法 就是我们 耶稣基督说 我的肉是可吃的 我的血是可喝的 那你们呢 我们这些做门徒的 要跟着耶稣基督 我们的 这个道成肉身 我们的爱 我们的道 是要可以供应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改变自己的能力 其实跟随耶稣的人 他是自己一边在变化 一边去帮助别人变化的 所以当他够了的时候 是到达了一定的程度 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有好的发展 所以我们讲关系变化 是客观的状态 而学是使我们成长进展的必须 这是做门徒 做学生的必须的要件 所以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 变化 有变化的因果 以及变化的效果 是什么使它产生变化 变化了以后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这个是我们要谈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其实这些门徒 当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 原来你们都不带钱 都不带口袋 也不需要自己 自己这个没有鞋 也没有带着鞋 就是说明 其实他们自己 既没有资源 也没有正确的盼望 甚至于没有方向 所以他们行为 没有办法改变人 在那个时候 他们是受供应的 是得到主的帮助的 现在要改变了 改变成为能够供应的人 而这里变化 首先要了解 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 第一节以下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人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这个要给人 或者要得着 要知道神的原则 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器皿 我们是怎样对待人 然后第三节以下说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睛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你们自己眼中有良目 只能对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也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后才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其实人看不见自己眼睛 你必须要看别人 看别人 你看到别人的眼中的良目 你就要看见就要想 要想想看 你所看到的到底是 镜子呢 还是人 这个世界基本上 我们知道整个宇宙 就是一面镜子 你看到所有的事 看到所有的人 其实大多数都是看到自己 这样明白吗 当我们看一个人 觉得说他有这个缺点 那个缺点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那些缺点都在自己身上 也许我们所看到的不是看到的一切 不都是自己里面的看法 所产生的变化 但是 越成熟的人 我们看见的 就是自己所 自己观念所造成的 这种现象会越来越普遍 会越来幅度越大 我怎么讲 讲得清楚吗 就是一开始我们看见 也许从别人身上 只看见自己的一小部分 但是 后来我们会发现 我们所看见的 其实都是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看法 以及我们的观念 如果我们去论断人 其实我们就会被论断 那么这个在第十二节说 所以无论什么事 你们愿意怎样 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你们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这是基督的道理 便称为黄金律 但是接下来说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入灭亡的那门 是宽的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入永生那门 是窄的路是小的 找找的人也少 其实这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方法 但是真正能够做到 能够知道的就不多了 做到的就更少 所以在第六章说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了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华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这个眼睛所讲的是 看法 是观念 就是改变一切的起点 从看 然后到信 看了以后 我们自己按着 我们所信的 来为我们成就 然后看了要信 信了以后 要怎么做呢 等一下 我们再来补充 所以我们看见了 我们真正知道 怎么看关系 怎么看彼此的关系 我们对关系的看法 渐渐的就会变成 我们就会显现出来 成为关系的样式 就是同我们刚才想的 如果我们把 我们建立关系的人 看成肉票 那就是肉票 看成饭票 那就是饭票 你看为良师益游 这个我们把 跟他的在一起 就是想要跟他 从他学习 那么要从他那里 得到我们的成长的 元素基数 或者是把他看为 致敬的亲人 我们就是愿意用爱 用关怀 用成全去帮助他 这都是我们的 看法的起点 建立起关系 你要有什么样的关系 先从你对 这个关系的看法 来建立起 所以我们 如果懂得去 正确的看法 那么我们就会看见 非常非常奇妙的 奇妙的变化 所以我们这个关系 是用心去关心 用我们的温暖去关怀 让我们看见的是 对方是同心的对象 是同道的道友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这种看见 变成所见即所适 所看见的就是 就是我们所拥有的 就会越看 就会越有 越用就越好 就会越熟练 所以上帝叫亚伯拉罕 去向世面观看 从你看见 到你渐渐成为 里面的信念 渐渐就会产生 他的结果 讲到这里 如果要讲很多 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但是我想到 这个词 心气急的一确词 他这一确词 这一段话 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问何物能令恭喜 什么 能够让你这个老头子 还高兴呢 我见青山多嫩媚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我看山 像我们礼拜四的时候 看山那么漂亮 那么山会不会看我 山看我也是这样吧 情与貌略相似 其实心气急这一确词 他其实 他是在讲说 他老了 朋友少了 头发白了 那么什么事情会高兴呢 就看法 对事情的看法 那么他看见了以后 就自己 就产生自己的生命人格 接着他就说 不恨古人无不见 恨古人不见无狂耳 这个知我者二三知 其实真正了解你的 有几个就够了 那是题外话 我今天要讲的是 我见青山多嫩媚 你看山你看怎么看的 你看人是怎么看的 你看他觉得好 他看你就会好 因为你是照镜子 所看见的都是 你自己生命的体现 如果一个人生命里边 没有善意 看不见人的善意的 不了解的 一个人不诚实 他看不见人的 里边的诚实 有什么价值 生命 因为看得见人里边的美善 都是从生命来的 所以有一句话说 我如果人生是彩色的 我如果人生是黑白的 其实那话不对 看见彩色的人生是彩色的 看见黑白的人生是彩色的 你看见什么 观看才是我们的本质和本体 所以你要使关系要好 我跟大家讲 关键在观念 观口在观点 什么意思 好不好 是你自己本体上面 本质上面 你的观念好 观念对 你的关系就会好 同意吗 同意要给我 阿门 对吧 回应一下 观口 其实观口是关于心 从到在你的心上 在你的口中 其实口就是关键点 但是观点就是你现在的注意点 聚焦点 你一个人和一个关系 你也可以只看他的 特别让你挑剔的 那么一直挑剔 越挑剔 越挖那个洞就越大 你如果看的是美好的 那么越看 他就会越真实 越看 他就会越美 他就会越强化 所以我要和大家讲 变化的因果 其实有因就有果 自身是成因 关系是结果 你不是好人 就不会有好关系 我已经讲了 对吧 一个人天天去挑剔 像我们早上看到 一个从前的一个 从前的一个可怕的新闻 就是 台湾一个女孩子 在美国嫁了一个伊拉克人 在日本生活了几年 那个女孩子带着孩子回来 结果那个伊拉克人 也家暴嘛 然后 这个过来抢孩子 把父母亲也杀死掉了 那其实 这种情形 我们要看到关系之所以恶化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自己 是不是懂得去 改变了我们的关系 关系的改变 是要有创造力的 创造自己的人生 才能够改变关系 所以变化的效果 我们说你 采取有效的方法 就能够产生 美好的结果 这个 改变观念 以及观念 观点 的关系 就会渐渐地 随之而改变 这是我们今天 要和弟兄姊妹说的 所以当耶稣基督 告诉他们说 我的状况 要改变的时候 他们说 主啊 请看 这里有两把刀 耶稣说 够了 这个够了 就是我们知道 要改变自己 除了只有一把刀 就是一天到晚 想要去攻击别人 两把刀 你先改自己 再来改别人 那么改变了自己 也就能够改变了别人 这是这里的寓意 我想应该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知道 门徒需要的改变 它是从被动的 被改变 到主动的 创造改变 原来他们跟随耶稣 他们什么都不需要预备 对吧 那么那个时候 他们也不知道 该怎么变化 跟了三年了 三年 应该说是正确的算法 大概三年六个月 很奇妙 台湾的以前 做门徒 要三年四个月 差不多 就是跟到那样的时候 也该够了 请门徒 渐渐也要做师父 做师父要不要改变 也是要 也是要改进 所以昨天师母在看一个日本人 到西班牙去开寿司店 那日本人 葡萄牙 带了很多葡萄牙学生 那他死掉以后 他学生就跑来 跑到日本找他 因为他们还想改变 他们会做 才要不断地去改变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 从被动的被改变 变成什么 变成主动的能改变 这应该道理很清楚 所以他们门徒 他们也是从接受供应 接受主的道的供应 生活的供应 观念的供应 到受差前 要成为供应者 去供应其他人 因为主已经要升天了 不能够陪伴他们 所以我们要知道 其实门徒的被改变 他最基本 可以说是有两个点 就是他们原来是跟随者 原来是适用者 现在要做业务代表 要做推销者 要成为新约的执事 要成为生称义的执事 这是主耶稣给他们的预告 然后让他们在改变 别人的过程当中 自己也不断地在改变 自己不断地增长 这是门徒成为使徒 他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 在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关系 连结在西伯来书十二章的 第四章的第十二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灵与焚 骨鞋与骨髓都能够刺入 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义的主意 都能够变明 这个就是改道 有道就有道 他本来是连鞋和衣服 也就是他们的方向 以及他们的行动 都要靠主而得到 但这里要卖衣服买刀 卖衣服买刀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我们以行动 以行为去吸引人 这是卖点 然后要用道 要用言语来改变关系 改变别人与他自己 与上帝以及与人的关系 在帮助别人的改变的过程里边 使自己也渐渐地改变得 越来越恰当 越来越美好 我说得清楚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 其实这个刀就是道 就是言语 真言十八章的二十节 人口中所结的果子 必充满肚腹 他嘴所出的 必使他饱足 二十一节说什么 帮我念来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其实我们要去建立关系 创造关系 行为是吸引力 而言语才是改变力 创造力 这清楚吗 我们要自己有道 所以师母在礼拜五的课 正上到雅各书第三章的最后 十七节十八节 这两节经文也帮我念下来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 是用和平所栽种的异果 这个智慧呢 我们如果雅各书第三章全章看 你就会知道 前面都讲什么 言语 就一口泉水里边不能够流出两样的水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的言语 这里讲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使人和平 这些都在描述着 有智慧的生命 所传递出来的言语 但是你生命树是如何 好树才能够结好果子 坏树结不出坏果子来 耶稣基督在修剪了我们的知识 知识要连结在葡萄树上 我们要连结在主的道上 我们的改变才会改变得好 才会结出正确的好的果实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是 关系的变化 我们要认识关系 要知道关系的变是必然的 是必须的 而我们要知道这个变 有客观的 有不得不变 有主观的 我们要创造变化力 你要怎样来变化 你与人 任何人的 不仅是与人 与物 与大环境也是这样 这个世界 有人看是越看越糟糕 越看越害怕 但真正有神的人不会害怕 因为他知道我们看的是永恒 他知道说 其实我们急或是在物质非常缺乏的状况 像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旷野 四十年之久 什么都没有 也有玛纳从天而降 也有灵磐石去供应水 所以有信心的人 要知道所有所有的过程 都是我们改变的过程 改变什么呢 更新生命 生命更新 就会产生关系改变的果效 要去改变呢 我刚刚讲你要看 看了要信 信了要怎样 要说 说了 说久了 就会成 很多时候有一些关系 就是一直讲一直讲 有的人就是看到一个女孩子 就跟她讲说 那你就是我的妻子 讲久了 原来不是的也变成是了 很多时候你有信念 有信心 当然是自己里面要有生命力 自己要 如果对方看你不上眼 你也要自己不断变化 我们必须要有适应力 必须要自己改变 外在的环境才会改变 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 所以生命更新的果效 大家知道 妙方其实很简单 还是两句话 一个是知 一个是行 要认识关系变化的原理 这两段话帮我念下来 认识关系变化的原理 必然性与可变性 掌握关系更新的密妙觉 创造力与优化力 必然性知道 可变性知道吧 上帝会使他变化 而我们要参与在上帝的变化里 要神与人同工 如果我们不知道与神同工的话 那个原子就像上帝自己一个人管的 到后来你会看到 他会任意的发展 我们自己需要有改变他的意愿 以及知识 然后要知道说 我们的看法 以及我们的言语 它是创造力与优化力的来源 根源 这么说知道吧 所以我希望我们了解这个原理以后 我们就会有能力 可以扩大我们的 这个提升我们的关系层 扩大我们的关系面 这个是可以的 然后使我们的关系建立在 今天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吧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许大家都知道 要建立好的关系 恩 真 身 恩 存 存 要是恩典的 真实的 深刻的 要是温暖的 存化的 存化就是酒越来越存 那个存化 存在是永存的 跟我讲 恩 身 身 恩 存 存 存和存 我这个存子音分不清楚 你们分得清楚 感谢主 我们希望大家认识 关系的可变性的变化 我们掌握住关系变化学 好好的学 我们就能够控制它的变化 好像非常好的化学家 能够控制物质的变化 我们都能够有条件 控制关系的变化性 要有真理 要有生命的真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